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下村民失踪 楚夜怎么了 怎么会受伤啊 我们在追查村民失踪一事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黑衣人 十分可疑 楚夜他追了过去 不申被黑衣人所伤 那黑衣人呢 让他跑了 这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楚夜无事 不用劳烦掌门 我自己回去处理一下就好 那怎么行呢 回去让先尊知道 又该说我们没有好好照顾你了 来 什么东西啊 这 这是魔器 这是魔器啊 楚夜真是个魔器 这 果真是魔器啊 楚夜 你 怎么会呢 这不可能啊 这些是我亲手给他包扎的伤口 明明没有魔器的 这黑气好像是从楚夜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吧 他体内怎会有这样的黑气 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魔器是从你身体里发出来的 就证明你身体内部有魔器 你认不认 楚夜 楚夜你还有什么话说 不话可说 现在就将楚夜抓起来 掌门 此事还没有定论 楚夜他 他一定会解释清楚的 师姐 我相信掌门师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带下去 带下去 不好了 先遂 楚夜他 被掌门抓走了 我去了 连我的徒弟都敢抓 哼